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家相關公司 涉嫌全民勾結外國勢力案 在7月25日進行第92日的聆訊 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 表面證供成立 黎在撒取了法律意見後 決定出庭致辯 案件押後至11月20日再開庭 佳時除了黎之外 辯方也將會傳召專家證人 就即時通訊軟件釋怒出庭作供 法官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表證成立 包括一項全謀刊印 發布、邀約發售、分法、展示和複製煽動刊物罪 以及兩項全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之後辯方要求休停30分鐘進行商議 在開庭之後辯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雄子 被告黎智英將會出庭作供 的案件認為不宜打斷黎的作供 建議將案件押後續審 而經過各方商議之後 案件押後至11月20日續審 法官李雲騰問辯方 案件是否會橫跨12月 辯方就指 已預料辯方案件衰弱是30個工作天 當地時間7月24日內塔利亞湖 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說 他為以色列對加沙軍事行動辯護 將去年10月7日以色列遇襲和珍珠港事件相提壁論 他要求美國加快軍事援助以色列的步伐 提出建立針對伊朗的軍事集團 還順帶給特朗普、周旋、阿伯拉罕協議點贊 贏得了共和黨人的掌聲 而在國會大廈內數千名示威者的抗議聲浪此起彼落 參眾兩院超過40位的民主黨人 抵制了他的演講 詳情如何?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講講 這次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 繼1996年、2011年和2015年之後 第四次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說話 次數打破了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紀錄 內塔利亞湖引用邱吉爾在二戰期間 向美國國會尋求援助的時候 內塔利亞湖引用邱吉爾的說話 提出內塔利亞湖的說話 內塔利亞湖還將以色列遇襲 跟美國911真珠港事件作比較 跟美國911真珠港事件作比較 外媒關注到內塔利亞湖在提出 他的更廣泛的中東願景的時候 提議建立一個以北約為模式 名為阿伯拉罕聯盟的新軍事集團 目的是要對付伊朗 在感謝拜登促成美爾聯盟之餘 內塔利亞湖還特別感謝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滑船達成阿伯拉罕協議 贏得了會場裡面共和黨議員的掌聲 這一位以色列總理還專門評擊了國際刑事法院 就說他試圖束縛以色列的手腳 阻止他們智慧地說 在美媒體內塔利亞湖此放 正值美國大選局勢變動的關鍵時刻 以色列與哈馬斯等武裝集團的交戰仍在繼續 中東局勢日益緊張 以色列正因他的軍事行動 在加沙造成重大的平民傷亡 而面臨廣泛的批評 這次演講只在強化和加快美國 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減輕以色列面臨的壓力 共和黨人掌聲的另外一邊 是民主黨人和抗議者的不滿和憤怒 參眾兩院約40名民主黨人是抵制了這一次的演講 他們對內塔利亞湖的政策 以及加沙日益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感到不滿 外媒就注意到很可能替代拜登 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副總統 何錦麗呢 他並未出席說話 他是以行程衝突為由 缺席了的 另外一位重量級民主黨人 前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直言 內塔利亞湖的這一次是押金為止 受邀並有幸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的 外國政要之中最糟糕的演講 佩洛西就呼籲 巴爾達成停火的協議 結束衝突 釋放正如被扣押的人員 在戒備森嚴的國會大廈之外 有幾千名抗議者 高舉橫幅 以及巴勒斯坦國旗走上街頭 呼籲美國要停止武裝以色列 譴責以色列對加沙的戰爭 以及由此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 他們呼喊著口號的示威者 在國會大廈附近集結 還有人高舉巴勒斯坦的國旗 也有人點火焚燒了內塔利亞湖的紫質肖像 謝謝Anthony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發表全國演說 解釋退選原因 表示是時候交捧給新一代 認為這是團結國家的最好方法 這次是拜登日前宣佈退選以來首次演說 他表示國家正處於轉裂點 現時作出的決定將會決定國家的命運 也需要在前進和後退 希望和仇恨 團結和分裂之間做出選擇 而在過去的幾個星期 他知道自己必須團結民主黨 又說個人野心不會妨礙他拯救民主 拜登在演說當中形容副總統學錦麗經驗豐富 堅韌和有能力是很好的合作夥伴和國家的領導人 期望國民在11月的大選能夠共同行動 維護國家的民主 拜登說擔任總統是他一生的援要 在餘下的6個月任期 他將會專注於總統的工作 應對包括氣候變化和槍枝暴力等的問題 並且會繼續致力結束加沙戰士 以及支持烏克蘭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試圖暗殺前總統特朗普的20歲槍手克魯克斯 曾在網上搜索過有關前總統甘賴迪遇刺事件的資料 克里斯托弗雷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時表示 克魯克斯行空之前曾經兩次前往賓夕 凡尼亞州巴特勒的集會現場 當局在分析相關手提電腦後發現 從本月6日左右開始 克魯克斯開始非常關注特朗普和他的集會 並且在搜索引擎查詢當年刺散案枪手和甘賴迪距離多遠 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執法人員是在克魯克斯開槍前幾秒才發現他攜帶AR15部槍 藏在屋頂上 部槍有一個可摺疊的槍托 令人不能輕易留意 目前仍然不清楚槍擊案的動機 去年全球約有7億3,300萬人面臨飢餓 每11人當中就有1人食不果福 聯合國5家機構聯合發布 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 指出地區衝突 氣候變化和經濟衰退等不利的因素 連同健康善食成本高昂 食物環境不健康和不平等的現象 導致全球糧食不安全和營養不良 狀況持續惡化 食物不足水平和15年前相當 而去年全球約有7億3,300萬人民 去到面對飢餓 每11人當中就有1人食不果福 報告指2022年至2023年間 西亞、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數區域的飢餓形勢 呈現加劇的趨勢 其中非洲每5人中就有1人面臨飢餓 另外去年全球約有23億3千萬人 面臨中度或是重度糧食不安全 報告警告到了2030年將會有約5億8千2百萬人 處於長期食物不足的狀況 其中一半在非洲 巴黎奧運即將在26日開幕 而今年奧運村內的設施相對簡陋 未配備冷氣 令到運動員面臨下日高溫的挑戰 一名泰國選手抱怨宿舍太熱 希望去到中國隊的宿舍那裡享冷氣 據報導巴黎奧運主打環保 使用紙質材料製作家具 奧運村內不僅沒有冷氣 連窗簾都沒有 導致室內的溫度不會比室外涼快 主辦單位嘗試利用地下水循環 並且安裝了8千台電線 去解決下日的酷暑 但在極端高溫天氣下 這些方法效果有限 因此各代表團必須自行解決冷氣問題 針對高溫問題 中國企業格力公司挺身而出 贊助中國隊提供上白台的移動空調 並且已經全部運送到奧運村 並且完成安裝 而根據鳳凰網的報導 泰國冰冰球選手錦尼柏 最近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影片 表示非常羨慕中國代表團友空調 他在影片中說非常熱 奧運主辦方沒有空調 在大巴士上也沒有開空調 聽說中國隊自帶了空調和廚師團隊 可以進去涼快一下 吃個豆角溫滅嗎?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彤令神啟晴前往法國巴黎 參加巴黎奧運的活動 以及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楊潤彤在出發之前 在社交網站表示 期待已久的巴黎奧運快要開幕 他非常渴望現場觀看香港運動員出賽 為他們勒喊助威 指出能夠參加奧運比賽 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在未來幾天 他會爭取多看一些賽事 支持和鼓勵香港運動員 盡情發揮爭取價值 楊潤彤又說 特區政府扣入了巴黎奧運電視轉播權 令香港市民可以免費欣賞賽事 希望市民都可以一起做啦啦隊 為香港和國家的運動員打氣和歡呼 楊潤彤在巴黎期間除了會和中國香港代表團見面 和現場觀賽之外 他也會出席奧運會開幕典禮 體育部長接待會 以及是中國香港之夜活動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核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 在25日正式成立 數字辦將會專責在政府內部和不同界別 牽頭推動以數據 市民和結果為本的數字政策 提升政府效率和服務 以其讓市民和商界透過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 建設獲得更大疲憶 創科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 數字化可以助力社會經濟發展 提升政府運作效能和革新公共服務 數字科技和數據也是驅動高質量發展 和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元素 數字辦會唱到以創新科技和數據為本的數字政策 全力引領政府各國或部門 利用創新科技優化公共服務 落實更多便民利商的數字政府措施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